螃蟹有多好吃 汉代正选为粥里共祭祀之好修作祖 若金粥之鱼修,青粥之蟹虚 说的是把山东的海蟹做成蟹酱来祭祀 连神仙都爱吃 周天只吃的海蟹酱 很可能就是这种两头尖尖像缩子螃蟹做成的 看照片是不是很熟悉 这种神仙美食是各大排档海鲜炒粉 海鲜粥的顶级配菜 远向日本、香港、澳门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波口中必备 国民海鲜 缩子蟹 缩子蟹肉多细嫩 高满、可薄 带可肯不怕崩牙 价格适中 适合我们这种平民吃货 它自己也是个吃货 鱼虾、背枣、啥都吃 食物匮乏时 亲友相杀 场面很是凶残 雌蟹还会化身恶毒母亲 用熬足从自己腹补取卵冲击 母蟹腹下的卵两周后 便可敷成2-3毫米的糟状柚体 长得像小虫子 头顶上的骨钉有防护作用 目的是让敌人难以下咽 它会告别妈妈 开始远航 不用为它担心 因为它有恶竹和小尾巴化成的奖 它还会变态发育 约10天后长成了大眼幼体 有了螃蟹的形态 再过5-6天 尾巴则在腹部下面 长成缩子蟹迷板 完成变态发育 再经过8-10次脱壳长大 就会迎来关键的生殖脱壳 成为一直拥有性生活的蟹 熊蟹会在磁蟹 准备生殖脱壳前挟持它 在磁蟹完成生殖脱壳 壳还是软的时候 熊蟹将自己的钉钉 刺入磁蟹体内的纳金囊 输送金颊 母蟹则会将金颊 一直储存至历年春季 直至软槽成熟 受精产下总速高达200万L的软 所以不建议捕捞和食用 再抱软的缩子蟹哦 因为可能会失去 多吃成千上万只蟹的机会 可能会脱壳失败 可能因为外壳没长硬被吃掉 可能会被猥琐男蟹挟持 然后被拍成了厉害的中国2.0 连食物都这么坚强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当然 缩子蟹只是个俗称 饭子缩子蟹属 涵盖了大家常吃的几种缩子蟹 有偷渡红海 完成赛布雷迁徙的远海缩子蟹 以及背上有三个眼斑 会被认为是三游缩子蟹的 红星缩子蟹 二者很好区分的 它们都有一对形式床桨的脚 可以借助这双脚 在海里游泳很贪拼 之后都给它们单独出视频 不知道要先做哪个 发个弹幕提示一下 其中缩子蟹的主力军 是三游缩子蟹 曾面临着被过度捕捞的风险 现在每年我国向大海 争执放流几亿尾的蟹苗 恢复资源量的同时 把螃蟹养大 然后我们可以捞上来啃 感谢海洋母亲的滋养 此外 三游缩子蟹 还是我国可持续 预约管理的先驱目标物种哦 不仅在浙江设有限额补捞试点 还规定投水用甲 不足49毫米的不能抓 建议各位赶海的老铁们 也靠目测 带个尺子量一量 做个科学赶海人 大家也别吃小鱼科不持续的说几些啦 咱们就别给国家添乱了 反正蟹越大越好吃嘛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请来个三连吧 下期见